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天悶又熱 全身長被子養不停好痛苦 汗疹啊或是被子 嚴重到會長水槽 會會 會嗎 我們家兒子都是那樣 然後現在都長腿上 基本上你那個被子的形狀是衣服的形狀 因為很軟嘛 就是很多地方抓不到啊 抓不到啊 就是旁邊有樹啊有牆啊 有牆角就開始這樣子 沒關係啦 你看到後面都是可以這樣子 一直都一直都一直 總不能說拍到潘老師拍到我之後 我一直在牆角上就是這樣 不是不用不用 就轉過去我就好像 來幫你找一下 潘老師你這像 你們兩個 吳師傅顛覆傳統的蛤蜊絲瓜 那你口口都吃到四神湯的香氣耶 蛤蜊絲瓜常聽到對不對 對 那加了蓮子之後 就好像覺得 這道七彩怪怪的 欸 怎麼可能 喝起來就很健康 把拌進來 你會覺得喝起來很像什麼 四神湯的感覺 四神絲瓜湯 所以你看這個湯汁的部分 它巴得非常細 濃稠喔 裡面又有那個吸那個汁有沒有 軟軟的 一咬下去那個汁 好飽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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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時代有劍湯 劍湯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第一位李冠儀 大家好 歡迎第二位亮澤 哈囉大家好我是亮澤 第三位洪板榮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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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話題我想 對白龍或是對亮澤 應該比較有共鳴性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 冠儀會來討論這個話題 我自己本身也有這個困擾 妳知道我們要聊什麼 我們要聊不一樣 對啊 真的嗎 一個愛流汗的人 就容易長不一樣啊 聽到這兩個字都好不舒服 不一樣 愛流汗的人 對 妳是愛流汗的人 我是隨時隨地都在流汗 沒有一個地方是乾的 流汗是一種 對 對 因為尤其是我睡覺的時候啊 真的我整個被啊 都會一直濕的 然後起來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 怎麼會是 在妳床單上面也是濕的 然後妳就一直抓 然後我就會常常烘壞 舒服 這樣子喔 很敏感 因為其實冬天其實好 對啊 可是夏天是最多泡 夏天真的 那尤其我所知道的 那種會長 不管是 汗疹 或是 被子 嚴重到會長水泡 會 會 會嗎 我們家兒子都是那樣 然後家都長腿上 而且他的腿很可憐 你知道嗎 真的都傷痕累累 每次到 而且妳看冬天 就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至少可以緩衝一下 對 可是他腳上永遠都是紅豆冰 然後到夏天喔 整個就是發起來 然後到早上起來 那就掀開被子 那傳單 那邊都是血耶 因為他是甩 好像睡覺的時候 他就是不自覺的就會去刷 你皮膚過敏還是 很敏感 他只要一熱 他只要稍微溫度高一點 他就會長 一粒一粒一粒 過敏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不是比較容易長嗎 也是容易 這個大家都舒服很好 其實說實話我也舒服很好 沒關係我們先進測驗 好不好 測驗進來之後 慢慢再請湯老師 好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皮膚會癢 問題真的很多 有皮膚過敏的 有汗疹 有異性皮膚炎的 因為這個長疹子 我也搞不太懂 好不好 三位先加油 輸的 第二次的經濟糖 贏的當然還是有這個獎勵 好不好 加油加油 再來 第一題請問 長出一粒粒水泡的肺子的時候呢 要刺破他把細菌清除才好得快 對後座請搶答 馬鈺姐 錯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對了 好 下一題請問 新生兒的排汗功能呢 差所以應該要盡量給小嬰兒穿寬鬆的衣服 對後座請搶答 馬鈺姐 對 確定 對吧 因為前面沒聽到 對 變性暗了 所以說對 對 你怎麼要打這一題啊 對 這麼寬鬆 對 答 對了 耶 好 下一題請問 夏天呢容易流汗 最好呢多洗幾次澡 讓身體保持清爽乾燥 對後座請搶答 多洗幾次 多洗幾次 是錯的 對不起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 對了 耶 對 你不會噴到我 你是在訴罪嗎 為什麼我都按不到你啊 加油喔 下一題請問 廢子呢癢到抓出傷口的時候 可以擦含薄荷成分的清涼藥膏來消炎止癢 等等 對或錯請搶答 又是我耶 是 擦涼涼的是薄荷 是 對的 因為我媽媽有幫我擦過 確定 呃 是 可是我媽媽很兩光耶 她常常用不對的方式 怎麼這樣說你媽 對 恭喜你答 錯了 啊 這怎麼不對 最後一題囉 讓哲哥你加油喔 請問 長肺子的時候呢 洗完澡抹肺子粉 能排熱吸汗 促進傷口愈合 對或錯 等等 對或錯請搶答 來 百姚姐 錯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得了 耶 可能要再說明一下 這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這個階段呢 觀音姐是兩分 亮折呢是零分 百姚姐是兩分 所以是亮折哥要喝我們的三苦瓜雞 恭喜你 亮折 她是紳士所以讓我們 嗯 故意的 很苦喔 啊 我一看那個顏色就覺得很苦 比我的人生還苦 哈哈哈哈 你的人生不苦吧 哈哈哈哈 好了我們看一下這個肺子的知識大會 潘老師到底這個讓皮膚會癢 是有 肺子是等於汗疹 嗯 肺子是汗疹 對 那跟這個長水泡的異位性皮膚也就不一樣 不一樣 異位性皮膚也不一樣 那這到底怎麼區分呢 呃 呃 一般人要區分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汗疹 又稱為熱疹 熱疹 又稱之為肺疹 肺疹 對 它一定是要在一個悶熱潮溼的環境下才會平衡的 嗯 所以通常是耗發於夏季 那我們的皮膚呢 我們最外層這層防水的這一層叫角質層 角質層下去之後呢 這一層是辣 所以因此呢它會那個就是會排水 下去以後就變成表皮真皮皮下組織這都學過的 那我們的那個焊線孔呢 它是基本上出口是在角質層的外頭 它才會排得出去嘛 對 那但是你如果說在一個悶熱潮溼的環境下呢 它的濕氣很大的時候呢 它的角質層會水腫 角質層 對角質層會水腫 就有點類似你在水裡面泡酒的時候起來 手有點粗粗的感覺 對對對 但我們的這個外頭的角質層也會水腫 對 那水腫之後呢 它的那個出口就被塞住了 啊酒色毛孔 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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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比如說你這個 這個汗線本來在這裡是粗的一個孔在這裡嘛 對對對 這一點點孔嘛 那你這個整個腫起來 包住了 哦 我汗線出來 汗排不出來 那我汗呢就開始排在這個角質層的地方 那下面是表皮真皮皮下組織 對 所以我如果在這邊一弄汗線在這邊 這是髒東西啊 發炎 所以就開始發炎 這就一個水泡在這 那是汗線的 從裡 所以那個發炎裡面那個水是汗的意思 汗線 對 汗線排在角質層以下 因為你水腫上來了 對對對 這樣懂了嗎 我懂 這樣我想全世界都懂 這樣就懂這個意思 對對對 可是好像有分的 廢質有分很多種類 對 那就是看它種得多大了 如果說它種得非常的淺的時候呢 我排出來的汗呢 是殘留在表皮 就是在那個角質層跟表皮的中間的時候呢 這就是比較淺層的這個汗枕 比較淺層的汗枕 我們叫結晶型汗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比較淺層 對 比較表面一點 對 那如果這時候角質層種得很厲害 我的汗線是排在這個表皮以內 在真皮的這個中間的時候 還不到真皮層 就是表皮跟真皮的中間的時候 就變成叫做 紅斑性汗枕 紅斑性的 然後呢 再來這就是深層的 就是更深 就在表皮以下的 表皮層的 這樣懂了嗎 就是它汗線的出口 是堵在哪裡 所以這是最表層的 這是中間的 這是最底層 白龍你覺得你的小孩是哪一種 我的小孩應該下面兩種都有 還有有水泡的那一種也有 就是剛剛裡面有 有那個水的那一種 白老師你剛剛說那個 那個表皮會 角質層會膨脹 浴水會膨脹 這個原因是因為潮濕流汗嗎 對 因為你在潮濕跟悶熱的環境下 它就容易膨脹 那正常人也會膨脹 會啊 但是你只要通風良好 它就不會膨脹 因為它只要水分能夠揮發 角質層又會回來 那為什麼我們家的 哥哥跟妹妹基本上 他們睡在同一間同一張床上 那為什麼 如果你說環境有關係 那為什麼哥哥有 妹妹沒有 因為哥哥比較容易流汗是這樣嗎 對 你講得很好 就是容易不容易流汗 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本身皮膚比較不容易過敏 比如說 比如說我的這個一點點水 在我的皮膚裡面 我就已經紅起來了 那有的人是一點點水在裡面 他就不太理你 我還差你 那真的是本身體質 本身本身願不願意 這麼一點點水他就發作 那還是要很多水他才會發作 這要看每個人不一樣 體質 你看如果說現在有長退子 你看電風扇吹一吹會改善嗎 他要一陣子 他會感冒 不是他要 剛剛班老師不是講說 因為潮溼 對 把它吹乾 那拿吹風機不是更快 拿吹風機蓋嗎 聽說自己不可以一直拿著 吹風扇你可以慢慢吹啊 對 你只要把它通風 然後讓它能夠散熱 然後慢慢的乾燥 那它的角質層不是就會 慢慢縮回來 就會縮回來 縮回來以後那汗線不是就出來了嗎 對 那汗就會排出來 就排出來 那所以這個是 不再惡化了 不再惡化了 那可是原來排在這個 角質層跟表皮中間這個水呢 要逐漸吸收 所以通常 要通常吸收 對要通常要吸收 那通常的話呢 從數小時到一兩天不等 它症狀就不見了 它不能排出來喔 不 我們會把它清掉 我們人會把它清掉 對 但是它需要時間 need time 需要時間 不能用一些方法嗎 譬如說多洗幾次澡啊 把它逼出來 剛剛多洗幾次澡是錯的喔 我怎麼不行啊 對不對 剛剛不是答對嗎 保持清爽改造是錯的 沒有我只是覺得應該是可以 不是不是它現在是這樣子喔 就是多洗幾次澡這個地方 學問很大 因為呢這個怎麼洗澡是一個關鍵 嗯 食癢秘方千百種 等等要打破你的迷思 教你正確使廢子癢 我個人的經驗是長廢子或長濕水 泡熱水是一件人生 這樣爽的事情 熱水是越熱 越爽 對 你如果去洗 洗溫泉泡熱水澡 我跟妳講 你死得更快 媽媽只要看到 誰不一樣 你不一樣拿來 然後就開始 就灑白胡椒漾漾漾漾漾 我之前啊 講廢子的時候 我還一想天 還用那個鹽 你差不多鹽可以消 鹽 對啊 不是說可以 可以消鹽 對啊 剛剛我皮膚發炎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在第一時間 壓制發炎反應 後續會更難一點 對 是必用的 因為在廢子發生的時候 是第一線用藥 第一線 一定要用